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現在無論大陸也好,澳門也好, 其實都很容易會有一個運滾的陽性出現。 如果運滾陽性複件,你是陰性當然沒事。 但是如果你是趕著上班,而你的健康碼又變成陽性, 其實是非常麻煩的一件事來的。 而你在澳門如果要做單管核酸檢測的話, 就要成150元一次, 對於這些上班的人可能要7天做一次核酸檢測。 這樣都幾困擾的,因為價格都不便宜。 可能有些人會說,可以出大陸做的13元, 但其實就不是個個都這麼空出大陸的嘛。 你過關又麻煩,就要逼省少少少, 很多人其實都走了去做單管檢測給150元就算。 現在政府對這方面的政策又有一個新的通告, 我們一齊看看你講的什麼先啦。 開始之前記得訂閱了我們頻道先啦。 根據政府最新的公佈, 就說在14號將運管樣本核酸檢測陽性的人士, 澳門健康碼由紅碼變成綠碼代號G28, 那我跟進方案是怎樣呢呢? 他就說啦。 相關運管樣本陽性的同管人士, 健康碼會變成綠碼之28, 為期48小時啦。 相關的人士是要做一個自我抗原檢測的。 如果抗原是陽性, 就自我申報, 如果情況緊急就打999啦。 如果抗原快測是陰性的話, 經過48小時或者單管檢測核酸是陰性的啦。 就可以解除這個代碼G28, 拿著這個綠碼G28的人士就不會影響他的出行或者出入境。 來到這裏大家是不是很疑惑呢? 如果我是有個G28的話, 我還做核酸檢測來做什麼呢? 其實運管陽性, 你都可以正常出入境, 又可以正常出行, 甚至乎都是綠碼。 顯得現在兩地的通關, 要24小時核酸, 好似就有點蠢, 我吵完之後都是這樣的款, 不如我直接去做一個運管啦。 反正運管都沒問題的, 對不對? 我運管陽性了, 我自己做回快測而已, 都是這樣的一個情況而已。 如果是有這樣的政策的話, 可能這個核酸檢測還有沒有一個存在的必要呢? 不如大家都用快測算啦, 你出入境都用快測, 那不是更好嗎? 乾手正腳, 又不用浪費那麼多錢。 當然啦, 這一個措施, 對打工的人來說可能會是一個比較好的消息啦。 那你們對今次的新聞有些什麼看法呢? 你運管陽座都仍然是陸馬, 可以繼續出關, 可以繼續正常活動, 哪裏都沒問題的。 那你們覺得現在通關的核酸檢測有沒有必要調整一下呢? 下面留言說下你們的想法我知啦。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,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啦, 拜拜!